哪幾類股份你覺得特別受惠呢? 例如舉個例,那些中資勸商股昨天已經升得非常急 有沒有哪幾個板塊你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看好A股的走勢,我可以出一出圖 因為我們有中信見投和中金公司昨天兩隻股份都升得非常凌厲 6030也很厲害 總之勸商股,大家要小心點,其實是一個很難玩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你看到過去的模式來說,走勢會升得很吸引,跌得很過癮 升跌也可以很快,但之間就會灰飛煙滅 所以昨天的升勢之後,我也不建議大家馬上追進去 高位追也比較困難嗎? 純粹你說是否已經見頂,不敢說 因為近期昨天的位置也是近期高位 我們常常說買官網股頂 但你說你比著我,我可能會稍微再觀望一點點 但你回落一點點,再嘗試上升級了 你一向都是保守一點點 對,一向都保守一點點 我勢膽,沒辦法 但你說整個項頭,你看到A股近期的強勢 最重要的是看成交配合 當然,A股也好,港股也好 近期都會受到兩地互聯換通的開放進一步吸引 整個市場來說,都會到達開放 其實大趨勢,理論上,勢商股是受惠的 但問題是,看看究竟 因為勢商股,其實真的很受到市場氣氛影響 所以剛才開始回答你,為何說難炒 因為它的環境的起落,波幅可以很快 很快很大 所以投資者,如果要投資這類型股份 可能要看得緊一點 對,譬如剛才提到受惠內地股市的上升 你覺得勢商股的波動比較大 你言語間就覺得你不太建議 譬如說,看好A股的情況 就是想短期內買一些股票 你有沒有一些建議 譬如你剛才提到的941 會不會覺得是一個不錯的股份 其實如果看看你是一個 什麼類型的投資者 我經常說,我是一個很保守的投資者 那你說,是不是很不建議商股呢? 我只是說,其實勢頭是好的 但我只不過,大家要小心點 不要太擔心 控制住馬 不要說長升長有 這些股份是可以,一天和昨天已經很不同 但你說,在A股這樣的強受 可以注意什麼 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些 例如,如果是審慎一些穩陣的股份 當然是投資者 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些 例如說,如果A股好的話 其實港交所都不能幸免 對,不能幸免 對,不能幸免 對,還要新官上任三把火 是,是,是 真是挺好勢頭的 應該是作割法 另一些就是大價股,A股股 不是H股股 好像中二棟,其實不是H股股 中二棟是紅酒 所以其實都可以看到 如果是A股股上市 或者掛牌 或者是招股 或者是A股股上市 A股的primium比較高 其實都可能會在短期內 及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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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